年度的黑鮪魚觀光文化季即將在本月底畫下完美句點 期間多元的活動內容及豐富的漁產 不僅吸引了大批遊客走訪東港 也讓小鎮特色商家闖出知名度 讓許多才剛起步的在地產業業者表示贊同 其實像這幾年我們發現說 東港黑鮪魚系不斷的在改變 而且它不斷的多元化 這樣以今年來說用櫻花鏈 就是讓很多遊客除了鮪魚之外 就是還有櫻花蝦 然後再結合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就是更多層面的一個展示 除了感念黑鮪魚系的行銷推廣 幫助在地產業提升觀光效益 但隨著黑鮪魚系的活動即將落幕 業者也希望能呼籲遊客 不要只有文化季期間走訪東港 這裡擁有的豐富資源及美食 鹿大鵬灣特區 東港漁村 地方廟宇及海產街等都是值得 遊客一再探訪的絕佳景點 當然最直接的效益就是 人潮民生有多很多 然後大家來也都會有認知到 就是說針對黑鮪魚的櫻花蝦的產品 去做消費 那當然我們這邊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們希望把它轉型 就是跟政府同 縣政府同步調 其實不只是在吃這件事情上面 希望多帶入一些我們東港的文化 我們的三寶 黑鮪魚 櫻花蝦 還有魷魚子 這三種雖然是打出了一個名牌 一個響 很響亮的一個三寶 可是我們其實呢 我們東港的在地的漁業 在地的漁業 都會像鮪魚 黃旗鮪 旗魚 還有什麼納鎬魚 這個相當的豐富 還可以到這個大豐灣去玩 黑鮪魚季即將結束 但相信曾經走訪過東港的人 一定也都見證了地方豐富且多元的漁業特產 漁會希望藉著文化季的推廣 能提升顧客回流率 這樣一來黑鮪魚季的籌劃 才能真正且實質地加回地方 屏東兄不停於相思 採訪報導